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是观 生命中,为了追求青春美貌,荣华富贵,亲密关系等等 一切有违法,到头来才发现 原来天底下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保住那些东西的恒常存久 即使已经发现了它们的生灭起伏,变化有如梦幻泡影一般 却又禁不住的让内心患德患失,浮浮沉沉 宛如溺水一般的难受 就算那些物质和财富可能已经毫无价值了 但对美好事物的依恋、执着 仍使我们紧紧地被束缚 滋生起各种烦恼 任其蔓延长大 其实,那些所有的烦恼,如路易如电 唯有当你发善念静定下来 住了,才能有所觉悟 所谓的为人处事 是在精进与不执着 两个正负极端的对立之间 运化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我 一个什么样的整体呢? 是贪、称、吃、慢、疑的体现 还是慈祥悦目的体现呢? 就是应作如是观 答案自然会在静定之后呈现出来 因此,觉悟解脱之道 就是在静定之中 体会到一个心平气和的正向整体 那是源源不断且自强不息的整体 那是一团圆满祥和的整体 就算是死亡 也无法将它夺走 何况是色衰、老病等模样呢? 像这样的静定功夫 除了自己 没有任何人可以代劳 而得到的源容自在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带领 所以,终究是应作如是观 佛的故事 佛与比丘到农庄起时 佛与比丘到农庄起时 两个人对正在搬运古粮的农夫们 鞠躬行礼说 请给施舍 一名农夫问 你为什么要求施舍呢? 你有手有脚的 为什么不好好干活 自己谋生呢? 佛说 我和您一样 也是农夫 我也要耕作劳动 获取收成 农夫听了 不可置信地笑着说 是吗? 哈哈 那你说说怎么做呢? 佛说 我的人生是我的农田 我用忏悔和禅定 灌溃田野 而无上的真理 就是我的作物 我得到的收成 会分享给大家 另一位农夫问 我们得到您的收成 又会怎样呢? 佛说 得到他的人 将从诸谱中解脱出来 正无上真理 正无上真理 究竟涅槃 农夫又问 您的大名是 站在一旁的比丘说 世家摩尼佛 农夫恍然大悟地说 啊 你就是那位 得到正觉的智者吗? 这时 农夫的妻子 惊慌地冲过来说 救命啊 我们的房子起火了 我的孩子还在里面 农夫急忙冲回家 大喊儿子的名字 哥帕尔 哥帕尔 农夫沿着林社 一路尖叫着 快救我的儿子 快救我的儿子啊 四周的人 赶紧拿着盆子 装水往我蛇四寸的屋子泼水 佛问 这房子 还有其他的入口吗? 邻居说 屋角 屋角那边还有个小窗 邻居带着佛陀 走到小窗边说 就是这个 人是进不去的 佛说 但孩子能从里面出来 对吗? 农夫疯狂地喊着 快 快呀 快救我的儿子 农夫赶紧用木棒 将窗户的木窗敲断 对着窗口大喊 哥帕尔 哥帕尔 快出来 孩子 过来 孩子 里面着火了 被吓坏的孩子 依然一动也不动地蹲在地上 紧紧抱着泥丸 不放 佛和颜月色地朝着窗口里的孩子说 哥帕尔 哥帕尔 你看 父亲给你带玩具来了 这黏土捏的小车 多漂亮啊 我把这个给你 来 来 佛 回笑地对他伸出双手 哥帕尔看着佛陀 站起身来 佛对他点点头说 对 来吧 哥帕尔 哥帕尔 战战战兢兢地 一小步 一小步的移动 走到小窗口下 于是 佛便将手探进窗口 将它抱了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